今天就去平邪平阳村附近 看看白茅草 有些人叫它是芒草的 因為都是白茸茸的 首先要找到這個位置 駕駛車可以找平阳村 或者找平阳百步徑都可以 今天就去達步徑 進去拍攝芒草 現在黃昏時份差不多 頗為有人 我們進去看看 沿途步徑往下走 就已經看到一望無際的白茅草的範圍 也挺大的 當日也挺多人 但是人多也站不上去 看到整個環境可以任打卡 看看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這個時間來到白茅草 都已經頗為高 高過人 所以如果你想拍攝人 或者白茅草的 就可能要看看地勢環境 但是地勢環境也頗為複雜 我走走走有時候有高 有低 低的高低差也挺強的 所以找路走也要留意 你找路走 整個範圍是山頭最高點 好處是什麼呢? 你可以拍到一個很漂亮的天空 讓日落非常方便 而且可以讓你拍到前面一望無際的白茅草 這個高點是整個範圍的黃金點 所以如果要認識腳架、拍日落、拍範圍 這個位置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也在這裡等待日落出現和離開 在這裡等待日落、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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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 在這裡等待日落、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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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 大家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下铃铛 下次有新片会提醒你 下条片再见